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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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一切工作已经准备好了 我现在开始了 首先我们先热一下锅 等待再放油 因为怕油会弹出来 因为怕油会弹出来 好了 我们现在就准备开始了 油炸到自滞在响中 我们每天吃的东西是油 刚开始放的是油 难道是油? 我们今期节目要调查的是油 对不对? 原来是食用油 我们每天都要吃的食用油 这种餐桌上最重要的配料 如果出现安全问题的话 真是认真令人防不胜防甘 我们平时使用食用油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出现誤拘呢? 食用油的健康如何把关 我们应该如何正确选 和使用食用油呢? 今天生活调查团为你解答 想一想 食用油是我们每天都要吃到 口里面的食物 一旦它对于健康 作出了威胁的话 那它的后果一定是不堪自想 在这里我有少少好奇 在使用食用油的过程当中 有哪些错误的做法呢?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先问一下街坊 他们又是怎样使用食用油的呢? 那一般油的话 你会放在锅里的灶盘上面 还是怎么放在哪呢? 放在灶盘上面 放在灶盘上面 我们煮饭的时候是比较方便的 拼着锅里的 那你平常清理那個油糊的时间 大概是多久清理一次吧? 一般是10天一次 一般两个星期吧 一个月左右吧 油用到深一点点 你还不接着倒 还是会继续用? 切得倒 只把它洗更近 第二次再倒进去 不会倒出来洗 那样很浪费 哦原来大家是这样使用食用油的 不过在了解使用五区之前 我觉得我们先来看看 如果食用油存放不当的话 会有什么危害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先来看看一段资料 很多家庭都会有一种的习惯 存粮存油 其实食用油不宜长时间存放 尤其是开盖之后的食用油 包装上面标注的保质期 是以平口或者冲口密封严实为前提监 开盖之后油脂布内空气当中 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保质期就会相应缩短 开盖之后放内的食用油 不单只会影响油脂风味 降低营养价值 而且还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 切割油当中的主要成分是 不饱和脂肪酸 不饱和脂肪酸极易氧化 如果食物油存放时间过长 或者是保存不当 例如没有避开日光照射 室温过高等等 会造成食用油氧化酸败 从而对人的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 酸败了油 变质了油 其实对人体有几大方面的影响 首先它本身的营养价值就会降低 最大的危害 就是对心脑血管这些血管的损害 然后导致心脑血管的疾病 另外它产生了一些物质 它会造成一个基因的突变 容易致癌 这些是最大的危害 原来食用油还会产生氧化酸败的现象 而且氧化酸败产生的不良后果实际是太可怕了 竟然是癌肿等等如此严重的伤害 我们平时在家存放的食用油 又会不会产生氧化酸败的现象呢 我们一起用实验来验证一下 好了 摆在我桌面上 就是节目组搜集回来的四个样品 我们来讲一下它的分别来源先 1号样品来住黄太太的家 黄太太平时习惯将油壶放在离灶台很近的地方 油壶距离灶台10公分 这样就方便拿了 2号样品来住蔡女士的家 蔡女士平时会将油壶和一些其他的材料放在一起 放得非常整成的 油壶离灶台的位置大约50公分 3号样品来住离美女的家 离美女平时都不经常煮饭的 所以油壶放在柜里面 油壶距离灶台1米 4号样品来住我们在超市购买的最新鲜的食用油 刚才为什么我们要强调油壶离灶台的距离呢 等一下实验大家就知道 这个时候大家也可以想一下 你家里的油壶离灶台的距离有多远 以上就是我们四个样品的分别来源 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实验 我手上拿的这个就是一个试纸 就是要测试食用油的氧化程度 等一下我们就会将油放在这个试纸上面 大家看到这个就是它的颜色的一个表格 由浅到深 如果滴上去氧化程度最深的话 它的颜色就是最深的了 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实验了 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实验了 好了那大家看到桌面上的四个样品 在氏纸上面都呈现了不同的颜色 也就是说它们的氧化程度都是不同的 那我们现在看看它们什么颜色 一号的氧化程度是呈现深绿色的 相对于其他三个样品来说 它的颜色是最深的 而二号的氧品和三号的氧品 它们的颜色就差不多了 四号的氧品它的颜色是呈现黄色的 相对于其他三个氧品来说 它的颜色是最淺的 那么换言之也就是一号的氧品 来自黄太太的家的食用油 它的颜色是最深 那么它的氧化程度就是最高的了 咦 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个氧油放在造台上面 好地地会无端端被氧化的呢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问一下专家吧 我们在使用于保存这个过程中 实际上来说它会氧化 那么氧化实际上就是川败的其中一个改变 那么这种氧化呢有条件存在的 那么第一个它跟空气接触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食用油在密封的情况下呢 它出现双败的机会是比较少的 但是呢我们在使用过程中肯定会打开它 那么打开它意味着它肯定跟风气有接触 那么这个风险存在 那么我们放在造台的时候呢 会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造台的温度 比我们平时周围的环境的温度后来会更高一些 那么在温度高的情况下会加速它的氧化反应 加速它的氧化反应 我刚才说了一个接触空气 那么接触氧气这个反应 第二个它在高温的情况下是可以促进它的状态 那么这两个因素加起来 所以呢放在造台的食用油呢 你放在阴凉的食用油呢 更容易出现状态的情况 就是这个原因 原来是这样 引起食用油氧化的原因原来有这么多的 刚才我们也都确实验证了 温度对食用油氧化程度的影响 专家也同时提到 时间会对食用油产生氧化影响 确实都有很多人对食用油的使用时间概念是模糊的 一般的食用油无论是散装还是瓶装 只要接触空气之后就有可能产生氧化问题 超出油效上期限之后甚至会发生变质的情况 但是时间对食用油的氧化程度会有什么影响呢 很多人都不是很清楚的 为了令大家更充分地了解时间对食用油产生的影响 编导提线搜集了三种不同的食用油 并且令到它们在空气当中充分地曝光 长时间的放置食用油里面会发生什么神奇结果呢 我们拭目以待 既然大家对食用油没有一个准确的认识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时间对食用油的影响又有多大呢 在我桌面上已经准备好三个样品了 一号样品就是存放了五日的时间 二号样品就是存放了十日的时间 而三号样品是一种混合油 是用存放了很久很久的时间的油 和新的油是混在一起的 接下来我就会看看存放了不同时间的食用油 它的氧化程度又有些什么不同呢 接下来的时间就请大家拭目以待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三种颜色差别也太大了吧 暴落在空气当中一个月的混合油就最夸张了 已经是最深的绿色 无用之意已经完全氧化了 暴落了十日的食用油也都比较恐怖 五日都算是比较正常的了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将家里的食用油暴落在空气里面 氧化的速度简直是恐怖 一般油放得越久 它的酸白就会越严重 氧化程度越严重 所以一般情况下 我们是不建议放太久 一般开了罐之后三个月内才会用完 我们一般是建议用大罐油 用不改用小罐油 而且最好是放一些抗氧化剂 比如维生素E等等 到油里面它可以起到一个保护作用 那么食用油本身就含有维生素E 有一部分的食用油 它会加入维生素E 那么这个维生素E 实际上可以 以破坏自身的情况下 来保证油的抗氧化能力 它是有这个作用的 它是有这个作用的 可以延长 它的抗氧化能力 其实我们家里面的食用油 在接触空气之后 会发生不同的氧化情况 即使是平中的橄榄油当中的抗氧化物 也都在六个月之后减少百分之四十 而常用的大豆油 花生油 葵花油当中的不饱黄脂肪酸 含量就会更多 接触空气之后就会更加不稳定 存放过程当中 营养也都容易受损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往油里面 加入一到两滴的维生素E 油脂的抗氧化能力就会大大增强 而且食用油还可以保持更长时间的活性 在食用油当中加维衣的具体做法是 拿一到两粒维生素E较软 刺破之后加入到大桶食用油里面 然后摇一摇 维生素E属于子溶性维生素 可以均匀地溶解油里面 为了减少和空气接触 防止氧化 遥防一会儿记得盖上油脂的肝 另外我们要用这个黑色的胶袋套住它 预防光氧化引入油湖 老师,你说我的灯对不对呢? 主持人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正确的 也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如果是放在灶台上 它只是一个外界的温度增加 那么这个灶可能就没什么太大意义 但是如果能够有太阳直射 那么这个灶就有意义了 就有意义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来防止太阳光的直晒 那么让这个黑色的物质 或者深色的物质隔开它 这样可以防止油的进一步浪化的时间 那是有用的 食用油的使用 原来有这么多的竅门 你使用的时候有没有去注意呢? 之前没有注意的话 是看完节目之后 一定要好好外护自家的食用油 其实我们今天的话题 一直就围绕着油去转 但是节目到这里 大家是不是忽略了一件 非常重要的物品呢? 是什么呢? 没错了,就是油壶 它是食用油当中最主要的载体 所有食用油都要通过油壶 来到我们的餐桌上面 那么你有没有注意过 你家里的油壶的材质呢? 你用的是什么材质的油壶? 你家里用的是什么材质的油壶呢? 一般我的 都是用那个胶瓶装的 有盖的那种 那个头薯的 金属的 玻璃的 还有一层就是硬缩料的 就是那个白的透明的那层 市面上的油壶材质 可谓是种类繁多 那我们到底用哪些材质的油壶 才是健康之选呢? 调查团也都收集了四个样品 回来进行测试 那这些样品 当然都是我们生活当中 使用得最多的 那有些什么呢? 分别有索料油壶 有玻璃油壶 有钢制油壶 还有一个就是陶瓷油壶 那到底哪一只油壶 它放的食用油安全系数最高呢?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一起来做个调查 调查内容一 油壶的导热性能 首先我们来做第一项的调查内容 那就是油壶的导热性能 在我的桌面上 已经摆住四个油壶 它里面已经装满了油 那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 它们现在的温度是多少 首先来测试一下涂瓷油壶 开始测试一下 我们可以发现 四个油壶的温度分别是 陶瓷油壶是24.7度 钢制油壶是25.9度 玻璃油壶是25.1度 爽料油壶是24.4度 好了 那我现在就将四个油壶 进行加热 模仪这个造台的温度 真的好热 这个造台真的无意得似模似样 十分钟过去了 我们再来一起看一下 到底哪个油壶的温度变化最大 现在十分钟过去了 那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 现在的四个油壶的温度是多少 涂瓷油壶是26.3度 增加了1.6度 钢制油壶是26.2度 增加了0.3度 玻璃油壶是26.9度 增加了1.8度 索料油壶是27度 增加了2.6度 加热之后的油温变化 竟然是这样的 为了防止试验数据出现偏差 我们的调查人员 特意反复测量了三次 以保证数据的准确性 测量完油温 我们继续进行测试 5天之内食用油氧化过程度 好 测试完油温之后 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 5天内食用油氧化程度 是怎样的一个现象 在我桌面上 已经放了4个油壶 这4个油壶已经放了5天的时间 那我们现在开始测试了 首先我们先倒了些油 进去我们的气氛里面 在试验之前 我们的记者做了一个 关于你心中最好的油壶材质的调查问卷 听取了100位市民的意见 好了 现在调查结果已经在我手上 你认为哪一种材质的油壶装的油会更加健康呢 在试验之前 我们的记者已经做了一个小规模的调查问卷 收集了100位市民的意见 那调查结果呢 如下 塑料油壶4票 玻璃油壶23票 钢劑油壶35票 陶瓷油壶38票 调查问卷支持力度最大的陶瓷 是不是最好的油壶材质呢 事实情况 是不是好像调查问卷当中的结果一样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实验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 陶瓷及钢劑油壶颜色呈现淡黄色 而玻璃油壶的油士纸颜色呈现淡绿 塑料材质就是绿色较深 可见氧化程度最高 所以结论如下 推荐指数 塑料油壶一粒星 易受热而且极易氧化 但价格便宜 建议尽量避免使用 玻璃油壶三粒星 倒热性能一般 壶里面的油的氧化程度少低 可以使用 钢劑油壶五粒星 物费性高 抗氧化程度好 推荐使用 陶瓷油壶四粒星 不容易倒热 抗氧化程度好 推荐使用 好了 结果就是这样了 电视机前的你 一定要根据我们的实验数据 来使用这个油壶 还有一点就是 一定要正确地存放这个油 想想一下 这个油我们每日都会吃 它的安全健康实在太重要了 逐渔都有说 病从口入 这个食用油可谓是 我们第一道入口的食品 在这里我们的营养专家 还有一些在平时煮菜的时候 健康使用食用油的方法 分享给大家 特别是那些喜欢食油炸食品 又要担心健康问题的朋友 就要仔细留意一下 实际上对使用油的储存 或者是使用方法来说的话 如果正常时间内使用的东西 那并不存在着太大的风险 那么我们在炒菜的时候 我们对使用油是要求 一个使用的次数一定要注意 那么每次炒菜 我们每一次使用新鲜的油 这个是安全的一个保证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 加温不要太高 不要太高 有的人喜欢把油烧到快起火的情况下 然后再炒菜 那么实际上这个油温过高 对它的氧化也会造成一个影响 那么我们建议油的使用 为什么会建议大家换个品种的使用 这个跟油的品种的成分 是有关系的 那么我们油的成分 含有多不饱和脂肪酸 单不饱和脂肪酸 后饱和脂肪酸 那么各种油里面的 这些成分的比例 都是有区别的 那么正是因为这个比例不一样 它起到的作用不一样 那么你单吃某一种油的时候 可能油的好处一定得不到 如果我们能够控制到油温和短时 和不要重复利用这些油 就是单吃去炸这些油 其实不会对健康油太大的影响 只不过我们建议 第一个不要重复利用那个油 第二个温度不要太高 比如我们刚才说的超过250度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没有食用太多过量 食用这些油炸的食品 这样式来说 是不会对人体产生太大的影响 太大的影响 今天专家和我们说的知识 实在是太重要了 通过调查 我们也发现在日常生活当中 对于食用油的一些处理方法 其实是有误区的 通过实验和专家的解释 我们也掌握了不少健康使用 和储存食用油的方法 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 我们生活调查团 和你一起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 去完今期节目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住 一些食用油的储存方法 和一些注意的事项 因为健康实在太重要了 所以在节目的最后 和你一起回顾一下 食用油的储存条件 以阴凉通风避免阳光直醒 避免放在灶台旁 容易引起氧化酸摆 最好使用钢材质的油壶 尽量不要使用索料材质的油壶 陶瓷钢剂都是不错的选择 相信有时候注入合适的温度 约定在数量20分左右 还有经常换下品种 以上就是我们生活调查团 今天的所有内容 希望可以对大家以后的生活 有所帮助 我们今期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如果你想知道 更多的节目资讯的话 可以关注我们 生活调查团的官方微信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